美国的白宫和五角大侠 甚至包含CIA 他们已经为这一事叫计划已久 那当然就是日本 希望拥有美国才会做这个动作 你来到崇敬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百岁人对季辛格 英文我们说是Kissinger 这一位国际政治的老客人 或者说国际政治的常客 因为他早就在1970年代 就已经是宏极一时了 他可是干过美国的国务卿 而且一路他几乎从来没有消失在政坛过 他总是在重要的时候会站出来发言 而这位季辛格就在2023年的5月 他又接受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访问 非常令人意外的 他说了一条令人震动的消息 那就是他说日本将会在五年左右 就会被美国或者是就会在美国的允许之下 有了核子弹 这个事情实在太惊人了 首先我们先回答 为什么是由季辛格说 而第二呢 要回答说 为什么要跑到经济学人杂志去说 因为季辛格他确实说出来是有分量 而且他肯定不能乱说 再者呢 因为他年纪已经到百岁了 所以如果你对他的话不满意 想骂他的人也不太方便 他总是一个资深的前辈老人家 要知道 美国的前众业院长 这叫佩洛西 英文是Pelosi 这个Pelosi80多岁 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是年纪够年少了 可是很抱歉 季辛格比他还要再涨个一倍以上 就是一个辈分以上 所以怎么样 大家都只好去尊重季辛格所说 那么我们就问下个问题 季辛格为什么要跑到经济学人去放话呢 理由是在整个西方的媒体里面 特别是英美的媒体之中 有几个媒体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放话效应的 当然了 我们知道包含有位时道 或者是华盛顿邮报 或者是经济学人 来自于彭博等等 这些其实都叫做知名媒体 而经济学人有一个效应 因为他像是有一点点半学术意味 而且是一个杂志 他可以做深入的报道 不是只是报纸的篇幅不能过大 这样一来 经济学人杂志似乎就等于是为了这整件事情 而做了一个专辑或者叫专题 报道 那这样就可以很深入的去做论述 而发表出说为什么美国非得让日本有核子弹不可 我们仔细想想啊 这整个动作呢 当然是受到安排的 也是经过缜密计划的 换句话说美国的白宫和五角大厦呢 甚至包含CIA 他们已经为这一事叫计划移救 那当然就是日本希望啊 拥有美国才会做这个动作 那日本是谁想要拥有呢 当然是日本的这些政客们哦 可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美国也愿意让日本拥有 那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样 因为美国自己啊 在财务上已经捉襟见走了 他不得不把整个东亚的长臂管辖呢 发包给日本去做 所以我们说北方从北方四道 也就是俄罗斯那边的北方四道 一直到南边的印度洋 这一大段啊 你如果要再叫美国亲自来复杂 那美国的国力或者财力啊 就会显得十分吃紧 但是如果交给日本呢 那日本本来就在这些地方活动 而且日本一直想要发展它的军工产业 而军工产业的最高的指标 当然就是拥有核子弹 我们看啊 俄罗斯啊就有5800多枚 而且其中有4500枚 对准的所有跟它可能可以形成敌对的国家的任何城市 或者是任何重要的据点 那么这样一来啊 日本如果用核子弹 它是不是就可以跟俄罗斯等量其官 而且平起平坐了 所以美国会让日本在5年内拥有核子弹吗 它将会用什么理由让日本拥有呢 最明明白白的方式就是在东亚的守卫上 它为了跟俄罗斯对抗 因为俄罗斯还真的已经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了嘛 所以季辛格这个放话呢 就不是空穴来风了 感谢您的收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